上课可以玩手机 原来是花园县吉安国中举办了文字、影像、美学阅读营 邀请了影像剪接讲师和团队 指导学生如何编写脚本 学习光影、角度和运镜的技巧 用手机拍照录影创作一段故事 除了启发学生对影像制作的创意 也引导学生不是只有拿手机玩游戏 而是能以手机做更有意义的事 花园县吉安国中二日三日两天 举办文字、影像、美学阅读营 邀请影像剪辑奖师真师封和团队 传授静态摄影到动态拍摄的技巧和影片计划 从摄影九宫格、前中后景以及光影运用等 让学生了解用手机也可以拍出灵人经验的影像记录 我们平常忙于学习 所以我们平常没办法有机会去 仔细地欣赏校园的一花一木 然后各种风景、各种样貌 藉由摄影机的角度 我们手机摄影的角度 让我们看到有更不一样的世界 平常就是拍照的时候 手机拿出来拍就直接 那个照片就存起来了 但是经过了这次的课堂之后 就会学会去瞧角度 去找哪一个角度拍的照片比较好看 拍照的角度、时间、光线 需要很仔细地去注意 不然就拍不出比较好的照片 不管怎么修都修不好 七年级、八年级共分成四个小组 以校园、客家圆明族群为主题 展现学习成果 也在过程中更加认识生活的环境 哪怕只是五六千块的手机 也可以及时地做艺术的发挥 但他们缺少的就是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他说 原来拍照是可以 掌握几个原则 就可以做出好东西 那原来剪影片呢 有一些法则 只要遵守完之后 学会一些基本构图 就可以让他们的创意 无限地发挥出去 对所以我准备了这些 呃教学内容之后 那所以跟关老师 我们就研究了一下 那接着我们就来了这边之后 从昨天开始对孩子们 有一些影像训练 对那除了基本构图 或是影像内容 还有剧本的结构 我们都教了孩子之后 我发现孩子的潜力 真的是远远超乎我们所想 那像今天早上 我们所看到孩子们 他们所拍出来的影片 呃就是有一些画面当中 他是模仿了很多电影师的运镜 对就是让我们几个老师 早上看的蛮讶异的 真的蛮讶异的 对 呃所以我们觉得说 这样的课程 呃很期待 他们在今天 等一下的一些作品发表当中 可以让我们看到他们 这一天半的 有一些成长一些改变 我们在整个在做阅读推动 其实我们有一个目标 就是希望 我们吉安国中的孩子 不仅能够阅读 然后喜欢阅读 更能够享受阅读 所以说其实我们在 不仅是在文本阅读上面 我们还 呃透过比如说 呃译文 还有英语文 还有科技 甚至还有地理 历史 其实就在整个跨领域 其实让孩子 透过阅读这样的活动课程 能够连结 还有延伸到其他领域的 这样子一个 他们的学习面向 可以更广更深 吉安国中校长刘启明表示 希望学生能够了解阅读生活 阅读世界 阅读也能借由影像 表达自己的想法 更重要的是 让学生不再只是 拿手机玩游戏 而是能以手机 做更有意义的事 记者讲方言 吉安将报导